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金蟬脫殼 因為咪咪有問題,所以現在的人聲其實都是後製 在我撞野生精靈時發現有水煮的引蛙 但沒有這個夢特性 然後也撞到一隻夢特性的八變怪 可以捉回來留住才有機會有用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陣容 現在身上的陣容就是這個有機蠟 然後懸綠沙 之後可可多拉、月桂葉和一隻愛心魚 這個人就是火箭兵團的一些幹部 他就是要為剛剛山洞的士去報仇 因為我們妨礙了他 而他的陣容都比較強 一開始就是這個鐵甲布王 但可惜也是被這個油機蠟一發收走 之後第二隻他派出的是Mail Mail怪 但想不到的竟然是阿羅拉的Mail Mail怪 鋼屬性的Mail Mail怪也有一招先手的夏馬威 導致我們的懸綠沙兩隻都送走了 之後再派上這個油機蠟 量化這個念力把他們收走 當他輸了的時候他就說 他會找他的大哥來收拾我 他的大哥是誰 就是這幾集一直都有出現的就是戰神 他也提到這個戰神其實在他監獄的時候是個恩人 回到主線 主線劇情在我們就要挑戰這個蟲系道館 這個蟲系道館相當麻煩 一來就是Feed in 螳螂 U-Turn一發打死了我 基本上可以重新來過 因為我們的火力不足 很需要油機蠟的傷害 他只需要一發把我們荷可多拉收走 當我再換上懸綠沙的時候 都是一發冷凍拳收走 雖然成功打贏了 但是我們的油機蠟的血量也剩下一半 之後他就派上這個蟲痘 用這個懸綠沙去做替身 並且打出少許傷害 之後就等油機蠟成功收走 好可惜這個蟲痘 我們竟然剩下一滴血了 沒辦法了 剩下一滴血我們只好打 看看有沒有機會 換上月桂葉然後放中毒 之後再換上最後的愛心羽 配合熱水 不知道是熱水還是水槍 你收走對手 最後對手的精靈是爆發疊 基本上已經沒可能打得贏了 再接再來 一來油機蠟已經扣了一半血 基本上油機蠟死了 這場戰鬥就可以不用打了 戰術一樣 都是好可多拉擺頭 然後再剩下飛天螳螂的一半血量 然後再靠這個油機蠟去打 最好的情況就是飛天螳螂和飄蟲 都只剩下一半血量 油機蠟就可以完美地上場收走對手 當對手派出風口的時候 我們就要馬上換走其他精靈 因為油機蠟是沒辦法一發把風口收走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他的血量減半 還有這個還要退Set 好的 接下來我發現導 teor是微子現在 用油機蠟下吸走 這場戰鬥非常好搭運氣 而這次的封口竟然不是選擇用攻擊技能 而是用誘惑技能把我方的懸綠砂降低能力 亦給了一個空間我們用兩塊龍之路把封口收走 很順利地在不用遊擊蠟的情況下收走這個封口 之後對手最後一隻就是巴塔蝶,穩陣起見先用月桂葉的中毒 上了中毒狀態之後再派上愛心魚 企圖將他的血量再次降低 但可惜對手竟然有碎粉 但不要緊,對手巴塔蝶中毒狀態已經剩下三分一血 最後游擊蠟一定比他快 一快念力收走 打贏了這個鴨筆之後 他再說三年前戰神和博士一起做的其中一樣事情 那件事他其實都有份去做 但什麼事件我們暫時都未清楚 之後我們進入了銅樹林 發現一部劇情 就是鋼屬性導管、蜜金帶了水軍出來 然後水軍就走走了 而這個鋼屬性的管主就叫我們去找一找水軍 中途竟然遇到一些小偷集團的人 這個小偷集團的精靈其實都不是十分厲害 因為我們有機立是無敵的 打完頭兩個單打對戰之後 發現有兩人在擋路 然後再跟我們觸發了雙打對戰 雙打對戰的遊戲來說都比較難打 而現在對手派出的就是河馬加龍龍岩 都比較麻煩 因為他對我們十分大影響 我們的油機立無法打死他們 所以就換了這個月桂葉上場 還有試圖改走他們的天氣 因為他們的天氣都比較麻煩 但不要緊,月桂葉對他們都做了一半傷害 就可以派這個油機立上來收頭 還有愛心魚的水技能可以打兩個人實在太屈肌了 之後對手派出的就是河馬加天蠍 但可惜這些都不是十分厲害 最後就靠懸禄沙的龍之佬把他們收走 然後我們發現銅樹林 右上角就是水軍看到大沖鴨 不知道兩個人在說什麼 討論什麼 旁邊應該是火箭兵團的人 他看到水軍之後就想捉了水軍 他就找了另一個夥伴前後包夾他們 而這個大沖鴨見狀不對勁 他就立即呼喚自己的朋友 這個隊友就立即支援他們 最後就成功趕走那兩個人 我們也帶水軍回去他原本屬於的人 之後就收了這個01招式機 在接近出口的時候 我又發現一個劇情 就是這個小瑤 再加上這個好像板木的人 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而這個小瑤竟然是一個警官 他就說他不會認錯人 他就是三年前背後的指使人 究竟指使人是什麼 就完全不知道 在說得興起之際 這個竹蘭就在左手面出來 他就稱呼那個奇怪的男人 是這個王叔叔 這個王叔叔竟然是竹蘭的鄰居 而小瑤看到竹蘭稱呼他為鄰居 所以都心想自己是不是認錯人 正當小瑤離開了這個現場 竹蘭就說真話 他就說阿羅南大人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而那個男人就說出來調查一些事情 想不到看到這個小瑤 我們還發現上面有一個偷廳的人 但這個偷廳的人 沒有辦法跟他對話 正當我們進了這個隧道 就發現有一個警察進來 這個犯人就是試驗 賣外秀的尾巴被人抓走 在隧道的左手面有一個人說 很久沒有吃飯 所以給他一點錢 最後我給了錢 但他說好人有好報 然後就沒有發生任何事 出到隧道之後 立即看到一個訓練家 這個訓練家也比較弱勢 讓我一發念力 想不到對手竟然是這個辯息龍 所以打不贏他 所以我們馬上換上玄綠莎 用龍之路收走對手 打到最後面 他竟然有一隻未知圖騰 這隻未知圖騰 竟然可以一發把我們的玄綠莎收走 不過就算過得到我們的玄綠莎 也過不了我們的玄綠葉 來到下一個訓練家 這個訓練家相當麻煩 大家可以看看 打到最後 其實我的精靈已經沒什麼血量 就是賀賀多拉對付肯太羅 但對手的NPC竟然可以一直使用睡覺 然後不斷重複幾次 終於將對手打到 之後對手換上大狼犬 大狼犬也是一個麻煩的東西 就是不斷踢殺 踢到我們命中下降六級的時候 將我們收走 成功 當我們換滿血之後 就馬上去到再次挑戰 由於超人力對他的傷害減半 所以我們唯有換上外心 與用水結人打他 很快就把對手收走 對手換上肯太羅 再用睡覺戰術 但在強力的尤基納面前 這些傷害已經可以突破他 打完這一場之後 尤基納竟然追入了進化的情況 這遊戲不需要通訊進化 對我們來說是十分好事 在這個負敵之下 基本上沒有 是惡屬性秒不到 所以我們唯有換走 整當惡屬性打死之後 又可以換出來 一發把他們收走 之後那些NPC 其實都可以一發搞定對手 來到生蛋屋的劇情 這個劇情其實都沒有特別改變 所以都不特別說 我們利用那部電腦 將精靈放進去回血後 我們就繼續出發 出到蛋屋之後 發生了一個劇情 就是一個商人 推銷火箭兵團 他就說推銷你一條醜醜魚 這條醜醜魚 不是一條普通的醜醜魚 他說這條醜醜魚 是6V的醜醜魚 之後就被這個貓貓貓 發現他的魚的顏色不同 但是這個商人就說 其實這條是一條 色圍的醜醜魚 小次郎就不惜問武藏 只有一萬元 想買這條獨一無二的醜醜魚 當這個商人買了一條魚 給小次郎 小次郎就把這條魚放進水裡 這條魚奇奇怪怪 為什麼會掉色呢 最後發現這條魚 竟然是一條鯉魚王 就是說這條鯉魚王其實是假的 只是把顏色畫上去 但是在最後 鯉魚王竟然進化成鯉魚龍 之後小次郎他們 撞到一個訓練家 就是打著比加超的訓練家 最後發生了衝突 而這個訓練家 竟然被小次郎打敗了 最後留下了比加超在現場 他們就奇怪 這個比加超 其實是不是他們一直想要的比加超 但好像又不是奇奇怪怪 之後又撞到另一個訓練家 這個訓練家 其實應該是wag的訓練家 但這個wag的訓練家 竟然對小次郎他們三個 又不太認識 總之他們的劇情就去到很奇怪 大家都好像不認識大家 劇情完畢之後 想去清理一下附近的NPC 之後就去PC 了